哈喽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咖啡杯 放在我面前大家可以看有两种杯子 一种杯子是玻璃杯 一种杯子是陶瓷杯 我自己虽然说不是杯子控 但是也收集了这么多的杯子 所以说想就跟大家聊一聊 不同材质的杯子 不同杯口的 以及不同的厚度的杯子 对咖啡的味道有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很多人都说咖啡杯 影响咖啡的味道是玄学 不管是玄学还是科学 今天我就想做这么一期的视频来对比一下 同样的一种咖啡豆在不同的杯子里边 它的味道到底有什么区别 今天这四款玻璃杯中 其中有一个收口杯 一个阔口杯 另外还有一个这种普通的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杯口的咖啡杯 小小的 类似于浓缩咖啡的 也能喝茶 也能喝咖啡 小小的大概在100毫升左右 包括还有一个这种不规则杯口的玻璃杯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它的两边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这边的角度和这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一边的角度偏大 一边的角度偏小 蛮特别的 另外我的左边是陶瓷杯 有这种传统欧洲的喝espresso的杯子 这支是origami的喝espresso的杯子 当然也可以喝手冲咖啡 它是有点郁金香的阔口的形状 这支是爱陶勒的 然后它的厚度是稍微偏厚一些的 这支是uncapped 意大利uncapped的一支喝浓缩咖啡的杯子 它的边缘也是偏圆润的比较厚实的这种感觉 另外这支是我在某宝上面花了几十块钱买到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杯子 有蛮多用这个杯子做combo套餐的 它是有一点点类似像是双层的感觉 外边有一层里边有一层 边缘是有一个角度的 这个是ccc杯跟slapton的联名 这两年挺火的 因为他们的联名比较多 这个材质听说是里边加了一些矿物质 能够让咖啡在这个杯子里边 你得到不一样的感官 听起来很玄学 对不对 等下喝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这支是钛模的品鉴杯 它的整个口是有点往外扩的边缘 以及它的整个杯子的厚度是比较薄的 还有一支是一个朋友送的 他手工捏的不规则形状的杯子 那这个杯子也是跟这款玻璃有一点点这种相同的理念 就是用不规则的形状以及杯口杯盐 来达到一个不一样的咖啡液体和嘴接触的这样的一个触感 玻璃杯和陶瓷杯把它们总体的做一个分类 它就是分为普通的杯形 收口杯 阔口杯 以及不规则形状的杯口 接下来我来冲一下我们的龟夏 这支是一支哥伦比亚未来庄园的龟夏 它是一个艳养水洗的 它的风味还是蛮具象的 很干净 有一点点花香 我蛮喜欢这支豆子的 所以说我们边冲咖啡 等下用同一支咖啡在不同的杯子里边 来尝试一下它的味道 我们来制作 好 研磨完我们来冲煮了 好 冲泡完成了 那然后这边我也倒了一点点温水 让这个杯子做了一个预热相当于 先用玻璃杯 来先喝喝看 这个呢是我自己经常会用的一个杯子 然后呢它的厚度是比较厚的 我们先喝喝看 这支龟夏它是很甘甜的 另外呢它有一点点淡淡的 这种花的花香感 伏绝茶的感觉 在喝这个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一点点收口的感觉 所以说咖啡的液体 在进入到口腔里边呢 它是有一点点被这个杯盐 给挡回去的这个感觉 所以说呢我在喝的时候要很大口 才能喝到很多的咖啡液体 好 那接下来我再试一下这个开口杯 就是这个很明显呢 它的咖啡液体是一下子 进入到了你的舌头 接触到你的舌头的表面 所以说呢它的液体更加集中的 一下子到了你的这个口腔里边 那它的风味以及强度 就明显比这个要强一些 另外呢 这个杯子我喝到了有一点点核果的感觉 但是这个里边呢它是没有的 听起来感觉很玄学对吧 那我再喝一下收口的杯子 这个杯子其实它就不是喝咖啡的 它是一个品鉴杯品酒的对吧 但是呢也可以用咖啡来试试看 放到嘴边了之后 是先闻到咖啡的味道的 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呢 就明显感觉到香气以及咖啡的液体 是同时进入到你的口腔里边和鼻腔里边的 所以说它是属于双重的这种感官的享受 就先闻到的同时又喝到 但是呢由于它是一个收口的这个杯子 所以说呢我在喝的时候感觉 咖啡的液体也是被这个杯子的口 嗯拦到了一点点 所以说呢喝到的咖啡的液体不是特别多 再喝一下这个不规则形状的 那这个不规则形状呢 它是分两边的 这边的角度和这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角度呢它是有一个外扩的这个角度 哇哦 这个很不一样喝起来的味道 它喝起来是有点那种甘甜的这种感觉在 跟刚才的这几杯的感觉很不一样 差别还是蛮明显的 另外的一侧呢它是刚好相反的一个角度 另外的这一侧我喝到的咖啡的液体比较多 闻到的咖啡的味道是很少的 那这四个让我第一直觉最大的不同是 咖啡液体的多少 以及咖啡液体直接接触到我舌头的一个强度 像这种呢它有点收口的这种感觉的杯子呢 它明显进入到我的嘴里边的咖啡的量会比较少 那这种开口的呢 那它的咖啡的液体就一下子就进入到我的嘴里边了 那我就很明显能不能感觉到咖啡的酸甜苦 那第二个很大的不同是当我喝咖啡的时候 我闻到的咖啡的一个香气 那这两个杯子呢 其实在我喝的时候闻不到太多的咖啡的香气 那但是在这两个杯子喝的时候呢 你会先闻到咖啡的味道进到你的鼻腔里边了之后呢 再喝咖啡 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不同的 这是我觉得这四个玻璃杯给到我的很大的不同 我觉得它还是蛮有趣的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试一下陶瓷杯 因为陶瓷杯比较多 所以说呢陶瓷杯我按照这种收口和阔口分个组来进行喝了 然后我把这个归纳到阔口 这个也是属于阔口 这款呢也是属于阔口 这个也算是阔口吧 这四个呢 我归纳到阔口组里边来同时喝 我由低喝到高 喝出来的感觉是轻盈一点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咖啡液体没有特别多特别多的到我的嘴里边 我再喝一下郁金香杯 这个喝起来呢就跟这个杯子是有点像的 咖啡的液体比较集中的到了你的口腔里边 但是呢这个它同时也会有一些香气 整体的口感厚实度会比这个要强一些 OK 接下来我再喝一下CCC杯 整体的感觉跟这个其实很像 也是属于这种body感比较强的 同时呢也能闻到咖啡的香气 这两个其实还是蛮像的 接下来我再试一下泰摩的品鉴杯 泰摩的品鉴杯有点不太一样 是因为它杯口非常非常薄 咖啡液体是分散着进入到我的嘴里边的 那这两个呢喝的时候是比较集中到进入到了这个嘴里边 所以说呢这两个的body感会相对来说比这个要强一些 这个呢是比较轻盈一点的感觉 有的人会喜欢偏厚实型的 有的人会喜欢偏轻盈感的 跳跃感的 那这四个其实这两个其实有点像 这个呢偏轻盈 这个呢也是稍微偏轻盈一点点的 但这两个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如果是平行对比的话还是蛮明显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平行对比的话 我应该喝不出来这种直接性的口感上的差异 好那接下来呢再喝最后这三个杯子 这三个杯子呢其实它也没有说很明显的收口或者是扩口 只不过这个呢它是双层的 那这个呢它是有一点像是鸡蛋的这种鸡蛋型的这种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不规则的形状的 我先喝一下这个双层的 哇这个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你喝到嘴里边的咖啡的液体非常少 可能因为它中间是有一个比较厚的这一层 所以说呢咖啡液浸到你的舌头里边的量很少 嗯这个是我目前喝下来了之后呢 所有的这些杯子里边最为轻盈的一款 很适合像龟夏呀果酸感呀 整体调性比较活泼 轻盈的这种咖啡 我觉得这款还是蛮不错的 它的甜感也是蛮明显的 喝起来很甜 好接下来再试一下这个艾桃乐的 那这个杯子呢其实没有非常非常那种很突兀的 或者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嗯就是一个正常的感觉 那我在最后再试一下这个不规则型的了 这个不规则型其实和它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 但是它的这个不规则会更多一点 那这个不规则呢它只有两边 那这个你看就是它纯手工捏出来的 每个都不一样 我们就先喝这个曲线这个地方 最大的从这个地方来先喝 这个感觉喝起来就咖啡的液体 很容易就进入到你的嘴里边了 你能闻到它咖啡的这个香气 小的这个曲线这个地方再喝一喝 咖啡的风味的冲击感 以及风味的强度 它没有这种大弧度的这边来的直接 这杯归下已经喝完了 差不多了 你看每一杯里边基本上都没有了 那对比下来我就得出来这么一个规律 就是不管是材质也好 或者是不同的杯口也好 就是咖啡液体能够跟你的舌头 以及嘴接触的面积 是宽度 以及能够进入到你嘴里边的 这个咖啡液体的多少和香气的多少 来改变这个咖啡的这个口感的 也有很多人说它是不是玄学 你要说它完全是玄学吧 它也不是 因为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差别的 那这种差别可能非从业者 可能捕捉不到这种差别 这样的一些细微的差别还是需要从业者 或者是每天测咖啡喝咖啡的人 才能有一个蛮直观和清晰的味觉的体验的 今天的整个咖啡杯的试喝对比就到这里了 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就这样了 如果大家你们有别的一些不一样的杯子也好 不同的材质的 不同的杯量的 不同的气型的也好 可以分享出来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